那大家看到這個,想說incubator又來了,到底是什麼東西啊,什麼又是孵化器 可是其實TC incubator這個名字一開始我也是跟大家一樣說過 然後後來慢慢接軌之後才發現其實這一個incubator他們主要的是人,比較注重在人 那為什麼注重在人呢?大家等一下會知道 那另外一個是TC,TC它寫其實中文是提息的意思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組織可以互相提息,互相幫助 那另外也是台中的縮寫,對 那其實這個呢,它故事一開始它背後incubator背後 它是一個數據工分析公司,那這是另外一個回饋性的品牌 那一開始是兩位的共工商辦人,那他們現在有另外一個創業的主題在做 那很常跑台北,那很常跑台北的情況下就會發現 北部跟南部的資源落差非常大,那落差非常大的原因主要是因為 中部可能有很多很厲害的單位 可是大家在各個據點都各自努力在做 沒有一個具體的感覺 然後其實狹義來講我們可以說我們是想要幫助青年創業家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是從校園開始 那校園開始你會接觸到就是最初階的人嘛 就是最初階的學生 那大家大概一開始的時候都比較早創 可是以廣義來說我們會希望我們多帶一點像焦點這樣 多帶一點北部的資源下來到中南部 然後讓大家有參與的機會 讓大家能夠多知道說我生活做到以外 或是我校園圍牆以外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 這是本身TC的出走 那那時候一直都在想說到底要用什麼方式 讓大家才能夠很平易技能就是結束 不會覺得我們卡很高 就像可能去台北我就想要論他 你會覺得前面做一台講師講師到底厲害 對那自己你就會產生一個距離感 也許大家通常都會覺得我不敢上去跟他聊天 或是我不敢跟他上去聊 我不敢去跟他做交換明天這個動作 那我們那時候其實一開始最簡單 我們最直接能夠接觸 因為我們從學校開始嘛 那我們就開始從學校的那種創業學程 因為政府現在在推創新 所以他們就弄很多創業學程 先從這邊去做了解 因為會想要學這種課的人 他們基本對於自己想要多一些挑戰 或者是他對創新會想要多一點認識 或者是他想要更不一樣的大學生活 對那他們會來到這邊 那來到這邊通常修 通常上課的老師 老師都是很專業的 那很專業再加上有實務做的學長 那這樣就會相比相成的 讓課可能更加豐富 對那一開始是從校園開始做合作 所以以學長自己的經驗 再加上他個人在另外一個團隊 有小小的成績之外 受邀了很多講座 然後在中部參加蠻多的學校 包括中興、東海靜宜、東國宜 都有一些非常有講座 那另外一個 這個只能是據點式的形式在做嗎? 就是我們拓展的範圍沒有辦法那麼的大 所以後來我們就講了一個方式 就是Demo Show 那Demo Show 它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它是像一個這樣的交流場合 那這個交流場合本身有兩個性質 第一我們會希望讓小小的年輕的可能創業家 或者是很純熟的前輩的創業家 他們能夠來到這邊 就來到這邊 讓大家能夠有互相認識 然後互相交換資源的機會 那一開始是在前三屆 大家可以看到前三屆 都是一個很像演講師的場合 那這個演講師的場合 就是我們跟中興大學一起合作的活動 然後他們贊助我們場地 然後所以在初期的團隊其實都比較年輕 比較草創 那到後來到三屆轉到四屆的時候 你會發現 欸氣氛好像不一樣了 形式好像不一樣了 大家不是只有沒有看到前面這一排的椅子了 沒有看到前面這排椅子 那是因為我們換到了 台東創園圈的超級方舟 那它的方舟 它是一個半 以往都是半演唱會的場地 那這個半演唱會的場地 大家一進來 看到黑漆漆的 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放大聲欸 對,大家會覺得我好像用來這個Party 因為這個Party上面 大家講的會是 比較像是在講我個人的 我個人在他自己的創作主題上面 他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他目前他這個產品 你們大眾有沒有接受 今天如果他在台上 對團隊來講 他來到這邊 我的東西讓台下人很受歡迎 我東西我可以賣給一般大眾 大眾都能夠接受 那是表示還是一個好的產品 那大家 以下的大家來到這邊 他們可能沒有想要創業 可是至少他們可以知道說 到底現在新創講的到底是什麼 到底現在年輕人玩的到底是什麼 到底現在年輕人玩的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大家都會覺得 我不要 我不要去工作 我不要念一句說我想創業 那這到底是什麼 就是會有一個盲點的癥結點 那來到這裡就是 每半年會有一種 朝聖 或者是一個拜拜的感覺 對 你會來到這邊 你會覺得 好像會多帶一些什麼東西走 也會知道說 最新的朝流這樣是什麼 那 這市場活動 都在一年一半內 就是我們辦成 然後到 今年的5月28 辦在台中的台大房 那我自己的話 再一次跟大家自我介紹 我是TC的都愛公關 然後也是 三屆跟四屆的總策展人 那其實 以我自己來講 我會說 為什麼在TC裡面 最主要是人 最主要人的原因是 因為在我加入這個組織以前 我沒有這些金幣 我沒有這些對外合作的金幣 我沒有這些跟政單位 跟業界單位 甚至跟焦點認識的合作的機會 對 那甚至你會發現 其實周遭身邊的朋友 大家談論的都是 很淺很淺的八卦的新聞 或者是今天 臉書上昨天最夯的 哪一篇留言是什麼 包括沒有新聞 對 可是其實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 可能國外時事 或是國際的一些講座 他其實在台北都有在舉辦 可是為什麼台中沒有 他都會說 我想要找實習 我想要找工作 好難喔 大家都要去台北 然後薪水又不高 真的養不起自己 對 可是在當 丟出這句話 可能在質疑中 沒有這樣的資源的同時 如果你今天 你是看到台北 非常的棒 你去真去的那 當然是很好 可是 往往大多都是 在丟出這句話的同時 他其實也是在原地 沒有做任何改變 他會覺得 算了我畢業之後再說 對 他會覺得沒關係 反正我還有十年 對 那我們就會覺得 剛可惜 就是這樣可以把 大家聚集起來 在中部做一點什麼 就會產生這樣的使命感 然後整理了幾張照片 可是這幾張照片 只是在這一年多內的一個部分 他們都背後都有一些小小的意涵 就像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好像 那去畢業之後 我會想去大公司實習 大家都會說 如果你想要很快速度有精力 那你去大公司實習 可是如果你想要累積你個人的經驗 或是你個人的人格特質 那會建議你去新創團隊 為什麼會去新創團隊 第一張照片是我們在中國衣 送要去中國衣分享的時候 那場我們就發現很酷 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 原來會 原來醫科對這種會有興趣的是 就是藥學系的女生同學 那為什麼女生同學會有興趣 因為他們會想要跟藥莊有結合 那跟藥莊有結合 就會需要老師的專業知識 那老師如果推動起來 學生也會動得非常快 對那可是因為在醫科背景下面 他們會接觸想要不同的 像很傾銷背景的人啊 或者是他想要知道說 我的財務都要怎麼做 那這時候就會發現 醫科下面沒有辦法 那是不是有辦法跳多到 跟別的學校去做連結 對那就是提提 那天就是有做一些這樣的分享 然後也給他們一些協助 那以我自己你就會發現 這個是第二張照片 是我在活動結束之後 就是扛著電腦 直接在他們兒童醫院下面的餐廳 就找他一定要做事 就會發現其實 大家只要是在心臟場面工作 無時無刻都是帶著醫院 就像國青就像成林 然後後面醫院超多台 對這就是 你會發現其實他的生態很酷 就是你沒有接觸過 可是在這種場合 你會知道說 我要怎麼跟長輩接觸 我怎麼認識長輩 在這種情況下 我跟老闆出去開會 老闆一個眼神 你就要知道說 資料夾遞上來 簡報開哪一頁 他講到哪一個 你要幫他做什麼補充 這些都是在你在學生之內 是沒有辦法接觸到的 那我們就 以TC這個品牌下面 想要帶著一群中南部的年輕朋友們 一起往台北充 或者是廣國地臭 那其實不能講得這麼偉大 因為我們做的可能也沒有到 真的那麼的多 可是我們會希望集結背後 很有資源的像是前輩 或者是很厲害的 中部的傳統產業的前輩 讓他們進來可以讓 以他們的經驗跟知識 來傳遞給前面的學生們 對 那這樣才會是一個正向循環 才會覺得說 喔台中的年輕人才會出得來 對幫中部都成一個新創的圈子這樣 然後也很酷的以TC的身份 能夠去參加像是在 之前這種單位的一個開會會議 然後以TC的身份去參加 Founderspace 就是國際Founderspace 他們的私募創口 他們的一個教學的場合 這些都是我在一年前 沒有辦法想像過 我原來今天可以站在焦點分享這一切 對 就是 我覺得就是很像一個人生加速器吧 雖然說它是叫incubator 可是 它incubator是自己 incubator是自己 大家 每一個大家 每一個有進來過這裡 或者是有參加過這樣的活動的大家 對 然後這個是我們在 第四屆舉辦的時候 招募了各個大專院校 包括中正、中國藝 然後還有同家的學生 一起來辦 那我為什麼說最主要的是 最主要的事實人 為什麼最主要是人 因為這個活動只有我們 好像可以辦得起來 但是沒有他們 我們絕對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是 在這個活動裡面 一個小螺絲釘 那這個小螺絲釘 他們會願意來學 就像 有的人說 他是學材料背景的 但是他對設備非常在行 他對攝影非常在行 他就會覺得 這裡可不可以給我包 好 那就給你包 對 只要你在這裡面 你想要說 我想要做一點什麼的話 好 那我們就會願意讓你嘗試 儘管你只是一張白紙 那一張白紙 希望你出去之後 你上面也會有一點色彩 多一些筆記 這樣對你的未來都是各套的 對 這是PCE的注重 那希望讓 以Demo Show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具體起來 每半年來這邊做一次認識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小的轉天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哦 到底我們是做了哪一些事情 誒 誒 就是這麼棒 對 然後 因為這個場合的話 那時候是帶來 台中台的房東辦 然後那一場來了 有滿多個人 對 然後這個是 台中光秘迪的一個贊助的 類似報告 對 是以青年活力 以及創意展現出 以邀請而來的13組 新創品牌 並以派對的活潑 潮流形式展示 各家優質產品 技術及服務效果的對方秀 現場提供再來 那現場就是會有台上 直接帶著台下來做運動 或者是直接做問答 獎品的贈送這樣子 對 因為在台上講 就像我台現在在台上講 可是台下大家只會坐著聽 那是不是可以讓大家 都會站起來做運動 這是我們最大的使用 在台上 我們在台上 我們希望讓 創業新創活動 變得更加的活潑 而且讓中部地區的環境 可以更瞭解新創是什麼 所以我們辦的這場活動 可以有青年主辦 然後有企業家的前衛類 市長部的他們協助 然後政府們把這一個 補充可以製作起來 所以我們最主要是希望 可以達到一些 互相提起 互相幫助 然後讓新創這個產業 可以在中部地區 中南部地區 發銷 更加的活潑活力 然後那邊就是因為中場的串場 因為想要讓大家有休息的事件 所以我們就邀請了台大建設 然後下來做表演 就是讓活動可以有一些 知識上的效果 又有娛樂上的效果 讓大家是可以在這場裡面補落的 可以自改你對世界的這場所創意 對 那這個場合其實 我不知道他們不注意到 就是他 大家都是戴面具 就是戴面具其實他有一點 產業之息喔 但大家進來的時候 可以降低 可以提出身分 對 就像是可能你會知道 他是什麼前輩 或是 我在連續上排過他的那種身分 可是 你就會畏懼 那在面具的這個下面 我們會希望大家能夠勇敢的 就是如果你覺得 你有一點點子 想要跟他講完 可以上去跟他講話 然後再來也是有一個 提琴的延伸舞台 對 因為如果像是 如果我只是站在講台上 然後沒有往前跨出去的那種感覺的話 你會覺得只有聽眾跟講這個距離 那如果我可以跟台下做互動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像 很像是 台上他是一個表演者 他是表演者 然後你台下也是看秀的人 可是這個看秀跟聽眾 兩個差別就會在於 你會覺得你是融在這個場合裡面的 可是如果你是聽眾的話 你會覺得 我只是走進來看 走進來聽而已 我之後我就離開了 跟那種感覺 就是感受是不一樣的 對 然後這一場其實是由一群平均 20歲到22歲的練習人去辦起來的 就是相當的不容易 那在裡面其實 最最最最最最難跟最沒有辦法接觸到的就是 學生到現在職場上的那個身份證換 我覺得是最困難的 因為以往我們都會覺得 沒關係做這件事情 好假設今天老闆交辦的一件事情 然後你會覺得好沒關係我 9月2號在交 9月2號那我覺得1號晚上12點前交都可以嗎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在這裡面的話 在你這裡面老闆會說你9月2號交 那這9月2號意思就是說 你要在9月2號以前給我個確定的版本 但是你如果在9月1號的12點交 那個版本不一定是他想要他的版本 所以你可能在9月1號12點交以前已經交過5個版本了 對 你是不斷的修不斷的修 可是在學生時期你會覺得 你換一下時間沒到 我到時候再交就好了 對 就是那是不一樣的 就好比說今天我們在學校裡面 我們可能面臨到的身分只有老師跟學生跟朋友 對 可是如果在這樣的場合上面 你會碰到的是學界、業界、政府、長輩 就是不同單位的人 你會用不同的方式 或者是不同的說方式 讓他了解這個活動是什麼 或是他來到這邊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可以做什麼事情 他們都會很想要關心這一切 他們會很想要幫助東南部這個氛圍 能夠更加的活絡起來 可是他們會覺得 那你直接跟我說我怎麼做好了 對 你幫我安排好好了 對 他們會有在這種信任下面 會不會很願意貢獻、很願意付出 那TC就是一個像是中介級的角色 前方是跟學校跟年輕人有一些連結 那後方是跟長輩跟資源有一些合作 那是不是在這些人想要了解一些 了解一些業界的生態的時候 或是他想要做實習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方式來做輸送 我們就是最快的 那如果以TC一個單位來做的話 那其實很慢 所以我說人非常重要的是 因為只要接觸過或是參加過活動的人 他認識到這樣的精神 或是他覺得他自己有所成長 那出去他就會把這樣的TC的精神擴散出去 他也會以他自己為中心告訴你說 因為我今天來到教練 我覺得這活動真的很不錯 我聽到很多不一樣的故事 那給我有一點期望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正向的力量 就是要用人跟人的去擴散這樣才會最快 那這樣的精神也會 才會讓整個台灣可能在年輕人的這個力量 才會真的走得出來 那其實 時間 過了 好 那其實之後就是想要送大家來一句話 就是你想要成為怎麼樣的 關鍵在於限制自己多少 那這個限制就是說 你自己心裡你想要做到什麼 你期許自己是什麼樣子 我一直記得老闆一開始問我說 你想像你外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我就說我想要脫著提香 可以隨時出動才就走的那一種 所以那時候的夢想叫空間 然後現在居然不是了 現在就烏烏其土了 對然後他就說那你希望在這個組織裡面 你可以得到什麼 我覺得其實我不知道 我就說我那時候我不知道可以得到什麼 只是我覺得好像可以透過這裡看到一點什麼 就是看到不一樣效應的生活 所以我就進來了 對然後就移到現在 然後一直到後來我才發現原來他把每一個人 對自己的人生規劃都列在這個組織的遠程計畫裡面 他會希望你進來這裡 好像如果你真的願意繼續做下去 那未來他會想要讓你成為你一直設定目標的那個人 這樣你才會在這個使命感下 才要更熱血的做下去 對 所以想要送這就要給大家就是 雖然說大家都今天距離在這裡 我覺得是一個很不容易的時間 因為願意走到這邊來的時候 那你們就是跟八成一般的不一樣很多 對 那很高興今天在這邊認識大家 那我是DC女朋友都在公司一話 謝謝大家 那謝謝一話 那我一直覺得TT在做的事情很酷 因為我是彰化人嘛 然後我就 可是我在台北念書 所以我在台北接觸很多新創公司 然後我未來也會希望可以回中南部這邊工作 因為離家人比較近 也是自己比較熟悉的地方 那我覺得T在做的事就是在幫我未來鋪路 沒有啦開玩笑 就是以後更多這樣合作很酷這樣 然後也希望教練之後可以發達 我可以裝個T型舞台給大家秀一下這樣 大家之後我就會走到T型舞台前面跟大家揮手 這一次還不錯 好 好 那第一位是就是一話帶來分享 那我覺得一話一直在學生 學生見識在做了很多很不一樣的事情 很酷這樣 然後所以如果大家 你有朋友想要讓他介紹給一話 或是在TC有關係的 都可以來跟一話有更多的認識跟接觸 對 好 那我們下一位是我們的建章 帶他去德國三次 然後每次帶回不一樣的感受 三顧德國三個角度無限的發現 然後建議有很多朋友是衝著建章來了 所以這樣 我們兩腳很重知道嗎 是 壓力很大 好 交給你了建章 掌聲鼓勵 剛剛蠻驚訝的就是有一些 好